寒舟版的山春山这就是了 起初我只是闪个花 樱花 雪柳 玉京香 可一不小心就在西湖的群山走了个半满 才发现原来不止花 商业古洞 西湖茶园 油尽古叉 总有满河般的惊喜 于是21公里的商业踏青 我在这春山不断旋转西湖 玉环山 九药山 三台山 南高峰 不同远近 不同角度 我都有合影 当我最后停下在苏迪远望 回顾来时的路 原来我已走了这么多 行程起于乾塘江畔 白塔公园的樱花 海棠正盛开 留下的铁轨还在告诉人们 浙江第一条铁路的荣光 沿着乾塘江入行的古人们 见识五代的白塔 便是临安 我在置玉环山下 八卦田的油菜花灿烂了整个田野 生产着南宋皇家的丰年 太极八卦的组合增添了些许玄幻异意味 是封印 是镇压 是祭祀仙奴的缅怀 是祈求丰收的愿望 而看这里的全景就要登山那里 通往玉环山的路遍布着古迹 五代祠云岭造像依旧完好 再至子来洞 我看到盛光 从洞顶倾泻而下 洞中有洞 藏有天地 再回至来时的路 光已铺满前沉 江山就在眼前 玉环山是道家全真派圣地 山顶的佛心观听着都像是会有好事来临 江湖一览亭 也是难得同时可见西湖和乾坦江的地方 从玉环山下树林密布 也有陡峭爬升 九要山顶我看到了西湖全景 西湖与西的玉湖湾 乌龟潭 我即将前往这里 九要山下太子湾公园正值最好的季节 樱花 玉金香 镜香开放 留下了整个行程中最艳丽的春 阳宫低雨溪 一直是我烦闷时会来放空的地方 亦是我称之秘境的人间 奥越南向来低调却与这意外相配 玉湖湾的季洪桥倒影连通着天上 盐湖通向乌龟潭 一池春水 缕如浪 行至这里已愈发清幽 有一条小路尽通惠银高丽寺 吴越国潜流时期建造的古叉 在北宋年间 高丽国王子一天求法后被推向鼎盛 只是吴森图的寺庙即使穿来 依旧清静 西湖有南北两座高峰 但南高峰却嫌有人提起 当我走向他时天下起了雨 这算不算孔山星雨呢 走了许久也未见人影 只遇见唐璋 见证千年的朝代新亡 小亭里有被雨困住的人 缺拔伞不然也能同行 在上还有采茶的人 才想起现在正是采茶季 就这西湖着实西湖荣景 城望亭边一处古塔一记让人唏嘘 西湖石井之一的双风插云 就缺了这处古塔仅已不复现 但最高峰处我穷尽了 曼山茶园体铁 从南高峰下至三台山 三台阁在西湖的视野 就很让人留恋 壁湖如尽 虎溪全景 尽收眼底 我在下前往中国茶叶博馆 双风馆区 路上遇到了装属于 这个季节的雪柳花铺 博馆在这个季节 已让我五心酸炎 查阅了历史 世外的花震盛 我又岂能辜负 走到这里也基本结束 当不为花儿奔走 开始漫步 茶叶新绿不也趁着和风 阳宫堤建成的夕阳 不也配着春日缤纷 圆寒苏堤时是长堤葱龙 而走进它时 才觉细流如烟 我是青木 后卫起 旅行 读风景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